大家好,那我的主題是資金去證,來一件比較的 五月下旬的時候,國發會曾經辦了一場公共會 然後往一歲的公共的記者來參與 那在這之前呢,我們曾經有五天的時間 可以在這個Google號問平台的國發會提供開的一個平台 來在上面做一些發問 那所以就有一些網友就是比較關心土地的議題 可是因為這個議題呢,它之前在國發會在修正建議的時候已經刪除 所以實際上在當天的說明會的時候呢,他們就得以好少帶過這一個問題 然後有些網友呢,則是對資金去醫療的部分比較關心 不過主委在當天的回答,其實大概是五月中旬的時候 臥草跟主委,就是聊天得到的一些回答其實一模一樣 我們從這個答覆裡面,其實並沒有到我們從主委那邊 然後想要能夠獲得更多的一些資訊或者是保證 在五月底的那個時間點,其實如果人要 我們公民需要去提出一個沒有被回答過的問題 要可以看過這麼多這麼多的資料才行 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有投入這麼多的時間跟精力去看這麼多的資訊 我認為說,如果能夠有一個像這樣子的表 可以去陳列正方跟反方的立場 然後對於不同的面向,可能有最新的資訊 我們可以看到說,自己的言論有哪些地方被遭受質疑 或者是對方立場裡面,對方立場支持者大多認同 這個立場到底是哪些論點是有,他們真正就是有認同的 最後任何人都可以編輯以及維護這個表格 有這樣子的一個表格,或許大家能夠在提問之前 能夠更了解目前最新自新市的爭議到底在什麼地方 今天我的目標是希望說能夠跟大家一起來做資料的表達化的動作 我卡在一個Google Doc,然後上面是一些我的一些初步的資訊 然後盡量用一句話來描述各個地方,各個面向的一些疑慮這樣子 那資訊區的資訊其實擅入了各個地方 例如說官網啊,然後Facebook 它有一些有價值的一些回應 然後還有就是握草之前的一些專訪 然後主持稿,然後還有一些各式的文件 最後還有握草成立的一些資訊 那我希望他們可以統統都放在表格裡面 其實我本身的話是一個全單工程師 對,然後隨成事人對我來說其實是比較單純 可是填那些表格,每一個對我來說都像一個小論文 所以等一下的時間我希望可以有 就是不管你是正方的還是反方的 都可以來一起來編輯這樣子的一個表格 讓我們可以用新的問題 讓館主會給我們新的答覆 我希望這樣子可以促進所謂的有效的溝通 謝謝大家 另外還有這件T-Shirt 這件T-Shirt就是外面有那個 就是外面是免費 有T-Shirt可以拿,然後拿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